當年參選1979年的香港小姐 我有幸認識了許多位選美佳麗 有幾位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例如冠軍、鄭文雅、鍾楚雄 其中一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因為她沒有入選 但我覺得她的故事非常勵志 她是一個越加越成功的例子 她是當年13號劉天梅 劉天梅當年是年紀最大的佳麗 她已經25歲 從加拿大回來 她亦是工商管理學士 劉天梅有個很出名的妹妹 叫劉天蘭 劉天蘭有個女兒也很出名 叫沈寧儀 大家知道她是歌星 劉天君是一個律師 劉律師寫了很多文章和專欄 所以她是一個才子 天梅 天蘭 天蘭和天君 這三位三兄弟姊妹 和我最老友的劉律師 大家一猜都猜不到 其實劉律師是我的閨密之一 所以我在劉律師的口中 經常都聽到她們兩姊妹的近況 天梅當年沒有入選 但她後來去了明報晚報 開始做廣告部經理 為何她會去做 原來劉家和茶梁先生是細膠 他們的父母當年和茶梁榮 都是新晚部的同事 所以很老友 我聽劉律師說 當年選完美後 其實TB找過天梅談過 不如進來做幕後工作 誰知有一次她們去了船批 見到茶梁榮先生 茶先生問劉天梅 你現在做甚麼 她說天梅未找到工作 她說我想搞明報晚報 不如你過來幫我做 這個晚報廣告部 結果因為多兩千元月薪 劉天梅立即答應 結果開始在明報晚報做廣告 做得非常成功 聽聞都做了很多年 還有一件事 其實都是她工作的成績 大家都知道茶梁榮即是金融 金融的武俠小說 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原來劉天梅向她提議 不如將你的版權賣去日本 結果她聯絡了日本一間 很出名的出版社 然後安排他們見面 和談好版權費 結果現在金融的武俠小說 就有日文版 這件事我相信是她很驕傲的成績 為何我說劉天梅最威水的事情 就是越界越成功 其實後來她是結婚的 嫁給了一個商人 就生了十元仔 後來婚姻生活可能不太愉快 就分開了 分開了之後她就去北京做事 結果呢 就海後到一位北京的金融財進 即是有錢 後來也是上市公司 重要就是她小她十年 現在她們已經結婚了 差不多都十幾年了 我聽聞她生活得很快樂 暫時她就喜歡研究一下插花 做一下花道 因為這是她最喜歡的嗜好之一 另外兩夫妻就經常 就特地拔著她老公 就是踩單車的 就做一些單車環島遊 去享受她的生活 我就覺得 真的很羨慕天梅 因為第一 找到一個 下半生找到一個 另一半不容易 她現在結婚十幾年 即是她認識她的先生時 都五十多歲 在天梅的故事裏面 我們學了些甚麼 很重要 尤其是各位姐妹們 原來到你五十多六歲 你都可以獲得愛情 所以一段婚姻不成功 或是要失敗的話 不要緊的 就放棄她 只要你還有一個 追隨戀愛的夢 你可以繼續去 在她身上 我就看到成功的例子 她在嫁 還要認識到一個 或者不可以叫做小鮮肉 都是中鮮肉 這些不錯的 我們很替她開心 亦都是鼓勵大家 不要放棄 在劉天梅身上 其實我們學到甚麼課程 其實一樣很重要 就是玩不放棄 很多女人當她面臨 一個破裂的婚姻 往往就產生了 很多不安的情緒 甚至是情緒病 但其實很傻 因為如果有一段婚姻 是要放棄的話 就放棄了她 然後你記住 前面可能有很多機會 五十多歲 六十多歲 七十多歲 都不是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例子 就是你年紀越大 有更多越奇怪 或者是不同的風景出現 所以如果你仍然是有一個 想戀愛的心 想渴望愛情的心 那就繼續去追求 很可能就 轉個彎你就會遇到 說了劉天文的故事 說了劉天文的故事 我也很想在這裡 授這個機會 多謝一下 天文的哥哥 劉天文律師 我認識她很多年 其實她是一個很出色的人才 雖然到現在都是單身 她很年輕 以律師的身份 在加拿大開了華語電視台 後來就回來香港 又寫過很多書 又開過很多移民的律師所 最重要是陶傑 曾經讚許她為香港最後一個才子 最想多謝她是甚麼 當我告訴她 我準備會在YouTube開自己的頻道時 她很熱心 她立即為我寫了個英文的開場白 我很想在這裡讀出來 直到去多謝她 在我的電話 她用英語寫了這段 她說 Humans are the only creatures that tell stories What is the story that we know best? Of course, it is the stories of our own life This program will tell the story I know best The story of my life will not be spectacular But I hope very interesting 如果用廣東話去翻譯 人類是最懂得說故事的生物 我們最懂得說什麼故事 當然是我們自己生命的故事 在這個平台我希望說我自己最熟悉的故事 就是我生命的故事 或者他們未必一定很出神入化 但我很希望是有趣的 其實這件事我真的很想和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你們可以在我這個平台得著到什麼 但我希望如果你在這十分鐘 十多分鐘裏 得到一些歡樂 開心 或者覺得可以笑一下 甚至得到一些啟示 或者鼓勵的話 我就覺得我的目的已達 我希望我們以後繼續在這個平台 一起溝通分享 謝謝大家